六秋林愛國修在兩年多前心理泰國隊 到現在已經身為學校的責任社社團記憶 剛才學習泰國,小朋友也能夠提醒他們的氣質 還可以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為了他們這麼發力愛心高揚他的屬心 林愛國修特別準備精彩的泰國表演 其實林愛國修泰國對於心理到現在 還不夠三年時間 不過在六歲的這段時間 小朋友都很有主信 因為小朋友其實小朋友每個程度都不一樣 我們有分進階跟初階的 進階的小朋友是其實有挑過的 就是學習上比較OK的,反應比較快的 初階的話就是剛開始學的 剛開始學也許都沒有基礎的 可是他們就熱在其中 然後有時候邊玩邊打 然後就融入大家,融入在一起 目前泰國對於分組進階跟初階班 進階班的小朋友透過複雜的分步 要顯示後悔的變化 初階班的小朋友是對老叔一步一步為基礎打氣 最重要的是小朋友如果接受音樂、藝術的教育 我們小朋友會有隔閡 可是六歐太鼓必須大家一起 慢慢練說我要去聽別人的 不是就我自己OK就OK了 我要跟著別人 然後就會互相團結、互相合作 而且比較弱的小朋友 可能就需要比較強的小朋友照顧 他們很願意去互相幫忙 就是覺得可以打鼓很有趣 然後媽媽也沒有要求我 所以我就自然學得很輕鬆 不會有壓力 因為打鼓自然會開心 而且以後長大可以去其他地方表演也會很開心 因為打太鼓很快樂 老師教我們也很快樂 太鼓的小朋友認真的是不怕在頭髮 也表現出殘袖 在頭更換款的力量到瓦裂 接著再進行禮拜訓 六秋彩方報道